邱家 我一定不会忘过你们 国梁你在看什么呢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秦岚好奇地拿过信直接拆开 刚看到里面的照片夫妻俩瞬间愣在原地 这是李中平和赵珊珊 国梁你看 他们俩的手是不是拉在一起 照片是偷拍的 李中平那满眼一出水的柔情 但凡是谈过恋爱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两人关系不简单 赵珊珊这个贱人 一定是他串通李中平害死咱们儿子的 相比于秦岚的激动 此刻的周国梁却很是冷静 他立刻拨通了侦探社的电话 王探长 你好 周先生 给我调查赵珊珊和李中平的关系 立刻马上 好 我们立刻去调查 一旦有消息 立刻和您汇报 要是查到的话 不要打电话 直接来我家 当面详谈 挂掉电话 周国梁眼前一片空白 身体更是摇摇欲坠 儿子的死因虽然还没有得到结果 可看到那些照片的他似乎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你可是咱们家唯一的主心骨了 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放心吧 不管怎样 我肯定都会为了这个家撑到最后的 你说我们怎么这么命苦啊 不要哭了 我们要想办法对付赵珊珊那个女人才行 你说赵珊珊和李中平是那种关系 会不会肚子里的孩子是 闭嘴 先不要想那些 是不是我周家的骨血都要先等那孩子生下来 做了亲子鉴定再说 此事我在找侦探社调查 在结果没出之前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赵珊珊 我知道 我一定守口如瓶 为了周家 为了儿子 夫妻俩现在也只能强打精神了 第二天一早 张安平收到照片后 第一时间便去找了李军帮忙 这人和你有仇吗 是也不是 不过是敌人的可能性很大 这样啊 那你先回家等几天 通过照片找个人资料会比较慢 如果找到了我去你家把资料带给你 好 那麻烦你了 张哥你现在还真是不客气 也不说请我吃顿饭当宝的 知道了 你这家伙不就是想吃龙虾了吗 你今天要是不忙的话下班就来我家吃饭吧 正好许建国的酒店说了一些上好的海参鲍鱼 被我抢来了一些 哈哈 果然只我没落张哥啊 我今天准时下班 行 那我先去酒店拿东西 晚上来家里吃饭 送走张安平后李军便去了信息部 让技术员利用照片比对找出上面人物的资料 他原本以为这需要很长时间 谁知信息员看了一眼就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似乎认识这人 队长 这人回国了吗 你认识他吗 队长不会吧 你竟然连他都不认识 他可是咱们国人的骄傲呢 国人骄傲 没这么夸张吧 我想他的全部资料调出来 你就知道他有多牛了 说着信息员的手指便飞速地在键盘上敲击 很快便出现了那人的资料信息 小李飞刀莫欢 快进来 饭快好了 正好 洗手吃饭 宁愿 你去叫小宝下来吧 好 张哥 那人的信息已经查出来了 这么快 你不是说要几天的时间吗 运气好 信息员正好认识他 这人有什么问题吗 你的表情看起来似乎不太好的样子 这人如果是你的敌人 那你可要小心了 见赵凌云和小宝来了 两人便默契地闭上了嘴巴 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因为李军莫名其妙的话 吃饭的时候 张安平的心思都放在了文件上 饭后也是闲聊了一会儿后 李军便回了家 莫欢 赵老爷子养子 二十岁便在雇佣军中出类拔萃 怪不得刘旭东在拍照的时候 险些被发现 张安平最害怕的还是 这杀人如麻的雇佣兵 会对自家媳妇痛下杀手 连刘旭东都奈何不了的人物 若是发起风来 又有谁能对付 张哥查到那人的资料了吗 我看赵姗姗带着他去赵良才的墓地了 查到了 张安平将莫欢的资料 详细地告诉给刘旭东 国外在职的雇佣兵团长 那可是刀尖上填写的人物杀人如麻 和刘旭东这些早已脱离战场 多年的退伍军援相比 战斗值简直是天壤之别 你们几个离那个男人远一些 先以自己的安全为重 张哥 我们现在已经跟着他们来到陵园外面了 我研究过莫欢的雇佣任务 他是个反侦查能力很强的人 你们现在就回去 不要和他产生冲突 知道了张哥 我们现在就回去 兄弟们 我们撤 刘旭东离开后不久 莫欢便从陵园中走出 站在门口 眼眸深邃地向四周张望 你怎么了 难道不祭拜爸爸了吗 没什么 是我的吉业病发了 以为我们被演跟踪了 若是你说被人跟踪 那肯定是没错了 杉杉 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感觉这几回来 你一直都常有心事 若你还将我当做家人 就告诉我吧 我虽然在国内没多少实力 但是要对付谁 还是轻而易举的 莫欢 有你在真是太好了 杉杉是谁欺负你了 你和我说 我帮你报九句 他们都欺负我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 莫欢哥哥 我只有你这一个家人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慢慢说 赵家那些长辈 见家里只有我一人 便借口姐姐还没有嘎 将公司经营权和财产权都扣押了 什么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做 太过分了 我这就帮你去讨回公道 这些年来莫欢 虽然一直身处国外 但是心里始终住着一个娇小可人 那就是曾经跟在自己身边的小尾巴赵珊珊 珊珊 你放心 我回来了 欺负你的人 我都会让他们回不当初 女人眼底闪过一抹皎洁 知道男人心里 还有自己便有了底气 谢谢你莫欢哥哥 我们去给爸爸扫墓办 两人走进到赵良才的墓前祭拜 潇洒的寒风吹过只觉气凉无比 爸对不起 女儿没用 被周家和强迫有了孩子 还请您全下有之不要怪我 女儿也是有苦难言 珊珊 你说什么 周家和强迫你 莫欢哥哥 刚刚的话你就当没听到好吗 我答应过周家 这是要烂在肚子里一辈子 我也是给爸爸上香的时候 衣食失态说错了话 赵珊珊演技爆炸 将被人所迫的委屈于可怜无助演绎的淋漓尽致 若是周家和看到 都能从坟墓里蹦出来为他鼓掌 周家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不要莫欢哥哥 你可千万不要为我做傻事啊 现在周家在鹏城一家独大 背后势力很深 我不希望你为我以身涉险 那又如何 他们胆敢欺负你 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活 话落莫欢就转身离开 而赵珊珊脸上则是露出阴狠的笑 莫欢哥哥不要啊 周家不是你可以对付的 果然还和以前一样好骗 真是个没有长进的蠢货 是赵小姐吗 夫人吃药了吗 你给的药今天是最后一顿 已经吃完了 你做得很好 等话家里会去一个男人 你将人放进去后 就可以带着行李离开了 至于我许诺你的二十万 两个小时后会打到你的账户上 王婆是周家的老佣人 做了二十多年 虽对秦岚说不上是有感情 但还是个善良人 若不是儿子出事急需用钱 她也不想干着媚良心的事 赵小姐 夫人不会有事吧 不该问的别问 拿着那些钱 永远都不要再回鹏城 要是你没有乖乖听话 我可不能保证 你一家是否还能活着离开 电话中传出那 犹如恶鬼索命的声音 将王婆吓得全身一哆嗦 而此事门铃也响了起来 她硬着头皮将院门打开 就见莫欢那一身射人煞气 活脱脱一副暴徒的模样 周家的人呢 在 在二楼卧房 与此同时 几名警员也正在赶往周家 通知他们周国梁车祸去世的消息 当他们赶到周家别墅十月门 里面充斥着女人 咿呀呀的叫喊声 还有摔东西的声音 出于职业本能 几人立刻警觉的掏出家伙 小心翼翼的走进院内 好玩 好玩 真好玩 这是怎么回事 你是什么人 正询问着 只见赵珊珊气喘吁吁 跑进屋内挡在莫欢面前 不要开炮 她是我哥哥 这样的画面 让莫欢心里一阵欢喜 只觉女孩并没有改变 还是小时候那个单纯善良的好妹妹 只是她现在更加好奇的是 自己就是江门踹开 为何秦岚就突然发疯了呢 我未婚夫走得突然 那时候婆婆的精神 就不是很好 整日郁郁寡欢 现在公共又突然去世 恐怕对她打击太大 一时接受不了就发疯了 先用绳子捆住周夫人吧 麻烦你们帮我将她送去医院好吗 这一天 就像是坐在过山车上惊心动魄 周国梁车祸去世 肇事司机逃逸 秦岚承受不住打击突然发疯 被送去精神病院治疗 而作为怀有周家和一父子的赵珊珊 自然顺理成章成为了周家的继承人 但她并不甘心于此 她还有更大的野心 那就是将赵家的财产 也要全部拿回自己的手中 事情都办完了 把胃宽打过来吧 你确定人已经打了吗 开市上找的那些杀手都是一群废物 现在都没解决赵凌云 那个莫欢倒是厉害 可却不能让他和那个见人见面 若是事情被揭穿 以莫欢的性格恐怕不会再帮我了 几天后 周氏集团商议要重启江城的生意 赵珊珊提出要亲自过去做市场调研 她只带了司机和助理 一路都在盘算自己的小酒酒 对于周家和之前在江城吃的亏 我这次只要小心一些就好 至于张安平不过是个小老板 不用放在心上 找机会除掉就好 真为周氏集团的董事长 为了彰显身份 赵珊珊自然入住的是新月酒店 只是命运有时候就是如此喜欢开玩笑 一直被张安平精心保护起来的赵凌云 今天恰巧也在酒店参加喜宴 在前台处 两姐妹遇到时世界都仿若安静下来 沉默半想 赵珊珊慢悠悠地走向赵凌云 眼神鄙夷地看着对方 我以为你过得有多好呢 原来还是那么穷酸 也难怪 嫁给一个没出息的农村人 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吧 不过就算你沿街乞讨 你也别想从赵家拿走一毛钱 赵家的东西我不稀罕 但你要是敢再说我丈夫一句不是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一向温顺的赵凌云并没有因为自己被骂而生起 却因为张安平被说而怒火中烧 怎么 想打我 你有那个本事吗 张安平你 抱歉 不小心手话打轻了 虽然男人不该打女人 但面对这种蛇蝎毒腹自然就另当别论了 张安平 你休要嚣张 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随时疯 赵珊珊看着张安平小人得志的样子紧握双拳气的咬牙切齿 尤其是这时从酒店外走进两名黑衣保镖 走路带风静止走到夫妻俩两侧摆出门绳的架势 而他就带了司机和助理 两人还是身无半两肉的干瘦身材 只能将这口恶气吞下去 好的很 张安平你不要得意 我很快会让你跪在我面前求饶 我好害怕呀 赵珊珊 你双手沾鞋 当真不怕那些怨魂晚上找你索命吗 张安平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了 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应得的 他们自己命短怨补的旁人 今天这一眼光我记下了 来日我会百倍奉还 我们走 他看着张安平那冰冷摄人的眼神只觉心里没底 仿若被人看穿了一般 这一刻他哪里还想要报复 只想溜之大忌赶紧远离这个男人 可谁知刚一转身就被前台拦住去路 赵小姐实在抱歉 刚刚是我眼花看错了登记记录 今天所有客房都已经被订出去了 这是您的押金和房钱 请您将房卡还给我吧 你当我是傻子吗 你家是电脑登记怎么会出错 小姐您可能看错了 我们电脑坏了是用登记册进行记录的 前台刚说完就听身后 另外一名同事正好给刚进来的客人做完登记手续 一瞬间气氛陷入了尴尬之中 这让赵珊珊更绝丢尽颜面 你们这破地方谁稀罕住 说完赵珊珊就大步离开 独留下司机和助理大眼邓小野 望着他们的背影 许建国得意地走到张安平身边 仿若是等待夸奖的孩子一般养起下了 怎么样够义气吧 听到有人来找你们麻烦 我立刻就赶过来了 谢谢许哥了 你我是兄弟不必说信 林云别乱想了 没事的 经过刚刚一遭 赵林云心中满是担忧 隐隐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而另一边的赵珊珊坐在普通宾馆的标间中 却是眼的逼真 莫欢哥哥 他们都欺负我 珊珊不要哭 是谁欺负你了 我去帮你报求 是张 还能是谁 就是周氏集团的那些人辈 赵珊珊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诗语连忙改口 可莫欢也不是傻子 虽然语气关心 但却充满怀疑 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你 他们说我名不正言不顺瞧不起我 要是我能继承赵家的财产 他们也就不敢这样欺负我了 莫欢哥哥 那些本就是我家的东西 二爷爷凭什么霸着不给我 莫欢陷入沉默 听着心爱之人的哭声自然也跟着难受 可他的理智又在告诉他要相信养父的人品 况且他也查清楚了缘由 香香我爸并不是想要霸占你家的财产 而是严格遵守赵叔叔的遗嘱 遗嘱什么遗嘱 那就是我爸老糊涂被人骗了 姐姐很多年前就已经嘎了 他和我妈一直不愿接受现实 看到一个长得像的女人 就以为姐姐还活着 莫欢哥哥 你要相信我 二爷爷就是想要霸占我家的财产 给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 莫欢保持沉默 选择无声的支持养父 不管这一夜赵珊珊如何哭诉 莫欢都本着公正的态度 要严格遵守赵梁台的遗嘱 珊珊 不要再说计划了 咱们还是遵守赵叔叔的遗愿吧 况且我爸秦诺 若是五年后还找不到赵林元的话 遗产会自动归还给你的 好吧 莫欢哥哥 我有点困了 好 那你早点睡 不要太累了 该死的木头脑袋 一点都不会变通 事情都办完了 把尾款打过来吧 你确定人已经打了吗 那是当然 我们可是专业的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把照片寄给你 好 收到照片 我就把尾款打过去 李中平 你可不要怪我 只有嘎掉的人 才会保守秘密 照珊珊仰起嘴角 越发觉得用暴力 解决麻烦实在是太方面 于是一个念头 便在他的脑海中渐渐成型 他需要很多打手 要那种身手厉害 且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 反正他现在有了 周家的财产 不用担心钱 反而这些人 还可能给他带来收益 而在电话另一边 男人走出公用电话亭后 便禁止走向医院后面的小巷内 老大 什么时候收钱 先找个有光的地方 给他拍几张照片 拍照 老大你要当战利品收藏吗 收藏个屁 雇主要确定 他是不是已经嘎了 随后男人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是一小弟赶紧做事 两人走到身头 照片拍好后 便用麻袋裹着李中平 撸到后备箱中 开车向郊外驶去 他们以为坐得天衣无缝 却不知后面有一辆黑色的车 一直在暗中悄然跟踪 刘哥他们停车了 小五老六你们俩跟过去 小五和老六以前在军营中就是侦察兵 跟踪完全就是家常便饭 没一会儿他们便无声无息地融入树林中 老三 你在这里等我们 若是那些人者回来就给我们发信号 好的刘哥 说完刘旭东就带着另外一名战友 快步向树林中走去 刘哥这边 几人快步向深处走去 看到老六一人正拿着工具跑土 立刻会议纷纷加入其中 四人合力将土坑抛开露出里面的麻袋 这赵珊珊还真是我见过最狠的女人 这些天他们几人调查这几起车祸 也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也因此刘旭东才将目光放在李中平身上 想要寻找突破口 却没想到才两天的时间就看到了嘎人灭口的一幕 他还有心跳 什么 还有心跳 快送他去医院 软眼一个月过去了 经过大大小小的急场手术 人终于就活了 张哥 人就回来了 太好了 一定要保护好他 李中平是目前唯一能揭开真相的突破口 张哥 蓬城最近不太平 赵珊珊养了一群打手 只要是和他们周家作对的人 或者不听话的商贩就会被暴力逼迫 那女人现在疯狂地扩充势力 我害怕李中平的是会被她发现 你的担忧是对的 这样吧 这几天我安排货车去接你们 将李中平转移到疗养院吧 那里比较安全 好的张哥 回江城是最安全的选择 你把地址给我 我让司机过去直接去找你们 挂掉电话 张安平眼眸深邃 大脑飞速运转 思考之后要如何对付赵珊珊 那女人的野心很大 很有可能见无法伤害赵凌云 就将矛头对准她在江城的生意 所以她必须要提前做好部署 与此同时 和张安平一样苦恼的还有莫欢 莫欢哥哥 你这是做什么 珊珊 你好好睁大双眼看看这些新闻吧 多少家庭因为你养的那些打手 变得激励破碎 你难道还要继续吗 这段时间为了扩充生意 也为了快速来钱 赵珊珊命令那些打手 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也因此彭城内出现了多起扰乱治安的恶性案件 重者销声匿迹 活不见人嘎不见事 莫欢真的没想到 原来她喜欢的女人竟然变得如此心狠手了 珊珊 解散那些打手吧 凭什么 那都是我花钱找来的 将他们解散 你知道我会损失多少吗 突然四周寂静一片 赵珊珊意识到自己失态 连忙故作委屈地低头抹泪 莫欢哥哥 我以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 结果你什么也不懂 你知道我一个女人没有家族的支持 独自支撑周家这么大的产业有多难骂 若是没有这些打手 那些人早就踩到我头上了 想想 莫欢哥哥 若是你帮我抢回属于我的东西 也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我知道你无法违背爸爸的话 我也不想让你为难 所以才出此下策的 要不然你以为我愿意做这种事吗 在娇柔的抽气声中 女人巧妙地将一切恶物的源头 都推到莫欢的身上 话里话外就是在告诉她 若是你帮我也就没那么多事了 这种卑劣的计策若是从其他人口中说出 男人定会当场回绝并揭穿其目的 可这人是赵珊珊 莫欢心中的白月光 珊珊 你将那些人解散 我来保护你 保镜以后不会有人再欺负你 你还是不愿帮我拿回赵家的财产吗 一切都先以愿来吧 若赵凌云真的赶了 往年后那些东西也都是属于你的 谁也不会抢走 赵珊珊虽然心里气得牙痒痒 但脸上却笑嘻嘻地说道 好 都听你的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找些休息 莫欢哥哥今晚别走了好吗 这里好大 只有我一个人住我害怕 莫欢突然呼吸变得有些沉重 十几年来他从未接触过你们都懂的这些 但他的理智又在告诉他不能这样做 这是他最爱的女人 可以为之抛弃生命 就算要做那些事也必须要给他一个名犯 珊珊 我明天就去和我爸说咱俩结婚的事 我不能委屈了你 再见吧 等我 我一定会说服他的 送上门的肉都不吃 真是个白痴 张安君越狱了 我这边刚接到通知 怕你们出事 特意来通知医生 这段时间你最好注意一下 这瘸子连他爸都干废了 说不准还能干出什么穷凶极恶的事来 还有要是发现什么可疑的 随时和我们联系 他们搞什么了 一个瘸子都能让他跑了 孙毅此时也是头大 张安君的案子是他们经手的 谁知道马上要被秃秃的人在监狱去跑了 张哥 张安君毕竟就是嘎人犯 出了监狱一旦红眼了 谁知道他会害多少人 孙毅 你们能不能抽到一些人手 在我们身边保护一下 特别是我老婆孩子 张安平虽然整个人很镇定 但心底也有些不安 他现在忙着和莫欢交锋 他怕一事疏忽 张安君逃出来后对付不了 自己就对赵凌云小宝下手 正好我这边刚新买的房子 你的人委屈一下 装成和我合作的租户 这样也不容易引人注意 程张哥 我回去后就去安排 孙毅和张安平又商量了一下后 很快就离开了 没办法 实在是太忙了 忙着把张安君这个瘸子重新抓回来 第二天 这边的莫欢早早便去了养父赵二爷家 爸 我喜欢一个女人 快说说你喜欢的是哪家姑娘 是不是咱们鹏城的 说得详细些 我好让人准备彩礼 上门提亲去 这人你认识 我认识 是隔壁徐家的吗 不是 那是你李叔家的 他家的女儿确实是单身 可年龄好像比你大的有些多吧 虽说这女大三抱金砖 可你也不能盖洞房吧 爸 我喜欢的是珊珊 你说什么 我喜欢的是赵珊珊 我要和她结婚 我不同意 除了她 你想娶谁都可以 爸 当年我还想一切都由你做出 可这一切 我想要尊重积极的心 还请你同意我和珊珊的婚事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劝啊 我当年为什么要送你去那苦寒的地方 就是为了让你远离赵珊珊 她心术不正 你和她在一起会害你一生 这些年 你在外吃了那么多苦 好不容易有了成就 多少好人家的姑娘排着队让你去选啊 珊珊 她怎么心术不正 怎么就不是好姑娘了 没有结婚就怀了孩子 更明她生活不检点 这样的女人更是要不得 此时倔强的莫欢 已是吃了秤妥铁的心 绝不更改医院 爸 我的命是你给的 可没有赵珊珊 我这条命 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莫欢 若是我不同意呢 爸 你就承选我们吧 你走吧 你我的父子情义 严禁于此了 爸 还记不下 走吧 简单的两个字 却透露出无尽的悲痛与哀伤 他们虽然只是养父子 但彼此都用了真心 感情早已远超轻生 可这一刻两人却为了赵珊珊出现了隔阂 莫欢离开赵家后 眼泪不受控制的落下 一边擦泪一边在心中不断对赵二爷说着对不起 他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孤作到天黑 才将情绪调整好起身去找赵珊珊想要向他求婚 可谁知当他保持微笑手握鲜花 等来的却不是女人喜悦的表情 莫欢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珊珊 你这怎么了 莫欢哥哥 我真的太难了 公司那些老员工仗着年纪大不服我的安排 天天当众反驳我 还有那个张安平 我之前去江城的时候就被他当众打耳光 现在他又让人带话羞辱我 我又没有招惹他们 为什么他们都要来欺负我啊 女人泪雨离花 看得莫欢是心疼不已 珊珊 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 你放心 那些欺负你的人 我都会替你倒为公道的 莫欢哥哥 你真的会帮我吗 我会的 赵珊珊感动地看向莫欢 可心里却在想着要如何才能挑起莫欢对张安平的仇事 他虽然有一群打手 但却有勇无谋 周氏集团中还有很多以老卖老的股东和经理 根本就不服从他的管理 而他需要一个唱黑脸的有智慧的人 毫无意外 这人就是莫欢 莫欢哥哥 可是那个张安平很厉害 而且在江城也很有势力 我在那边的市场都被他抢走了 莫欢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而是微微皱眉 脑子里想着张安平这个名字有些好奇 不用担心 我会帮你摆平这些麻烦 莫欢哥哥你真好 原本的求婚仪式就这样被打断 莫欢心中有些无奈 但并没有放弃 珊珊 我不是个懂得浪漫的男人 但我向你保证 这辈子都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和孩子 当手适合打开 赵珊珊有那么一瞬间是感动与失神 可这也仅仅是稍纵即逝 很快他眼底便堆满厌恶之色 真是笑话 一个连身份背景都没有的孤儿竟然还想娶我 要不是看在你莫欢还有些利用价值 我才懒得在这里浪费时间呢 莫欢哥哥你愿意娶我我很开心 可我刚刚接手周氏集团地位还不稳定 再加上肚子里是周家的孩子 就算我答应下来也舍不得见你被人戳几两骨 结婚的事还是算了吧 珊珊 只要你心里有我这就足够了 不用在意外界的声音 一切都交给我来处理 莫欢哥哥你这又是何苦呢 给我在宫西安排一个职务 那些不服你的我帮你处理掉 至于张安平 过几点 我为你稳固好在宫西的地位后 亲自去将整会回答 赵珊珊心里一喜 脸上却是露出为难的神色 莫欢哥哥 我何德何能能让你如此厚爱 珊珊 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姑娘 莫欢哥哥谢谢你 不过我现在怀着孩子 并且在公司也没有稳固地位 若是贸然和你结婚的话 恐怕不仅会坏了你的名声 最后还会被人抢走公司 若是累的话 就不要管公司的事了 这些年我在国外也赚了一些钱 足够养我你和孩子了 赵珊珊心下笔 只觉莫欢就是个穷鬼 那些钱连给她买件像样的衣服 都不够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惨 莫欢哥哥你知道的 我不是一个喜欢被人养的千金大小姐 我想要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我有手有脚可以靠自己 好 我帮你 第二天 莫欢成为公司副总 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那些不服从赵珊珊指挥的经理 和老员工全都辞退 当然这一雷听行动 也引起了很多员工的不满 可是当众人对上那双如狼一般的狠猛厚 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将将正以往的生意合同都拿来 是副总 这个莫欢果然厉害 一个月就能让周氏集团丢失的生意全都回来 是个人才 只可惜这样的人才却是对手 倒是让人有些头痛 头痛什么 他是人才我们也都不差吧 对对对 我龙凤厨自然不差 兄弟 我们这里有你呢 一个顶俩他干不过咱们的 大致你可别小瞧了这个莫欢 他是真的很厉害 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不仅找回了周家丢失的生意订单 还给咱们使了一个大半子呢 给我们使半子 许哥这就有点夸照吧 咱们的生意都在江城和隋城 他就算再厉害还能手眼通天 将手伸到咱们这里吗 你还别不信 真的就伸过来了 果然是个麻烦的家伙 这种方法都能想到 确实厉害 你俩说什么呢 他这不按套路出牌啊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那我们怎么办啊 隋城的小龙虾要是都被收走了 咱们可就要从江城这边买 那价格可是贵了不止一倍呢 莫欢竟然会让人在隋城收购龙虾 并且还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 这无疑就是断了一品鲜虾的源头 以现在的销售量小龙虾一天都不能断 一旦断了那就是隋城和江城都要停工了 许哥你怎么才给我们看啊 要是早点给我们也许还有应对的办法呢 这文件是别人寄给我的 我也是昨天才收到 安平隋城是你的发家地 有人去那里做手脚 你都没有一点风声 未免也太奇怪了吧 张安平轻轻地点了点头 还是一如既往的风轻云淡 没有一丝紧迫感 王大志看着张安平一脸疑惑 可转念一想 从他们认识到现在只要有张安平在 他们什么时候吃过亏 嘿嘿许哥 看到没有 我兄弟就是这么镇定 你明天就回隋城 找出给莫欢签线搭桥片 大家签合同的人 这没问题 不过我很好奇 你为何一点都不紧张 难道你不害怕 咱们没有小龙虾可以供应吗 你去张家湾看一眼就明白 我为何不担心啊 此话一出 不仅是王大志感到好奇 就连许建国也是疑惑不解 当即便要跟着一起去隋城看看 张哥是我 人醒了是吗 人已经醒了 医生说一切正常已无大碍 可他一直拒绝和我们沟通 我们几个什么道理都说了 他就是不开口 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我知道了 你在那边等我 我大概一个小时候的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你们别忘了正事 做事一定小心谨慎 周家应该很快就要来江城 抢我们的市场了 我对咱们一品仙虾有自信 随便他怎么抢 你就是李中平吧 李中平一脸警惕 眯着眼看向张安平 你们是谁 说完李中平又看了看老五和老六一眼 抿了抿干涩的嘴唇声音嘶哑地说道 就是你要嘎了我吗 你压得是不是脑子坏了 我们是救你的人 要不是我们 你早就已经是化肥了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张安平轻笑摇头 只觉这男人当真是蠢笨至极 都已经在阎王殿前走了一圈 竟然还没有参悟一切 你们先去休息吧 我和他单独谈谈 你喜欢赵山山对吗 李中平警惕地看着张安平 明显已经将他划分到恶人的行列中 赵山山有了新欢 你只是一枚妻子 你放屁 还真是个痴情的人 我今天来并没有想要你说出周家和为什么嘎 只是想告诉你 不要被赵山山蒙蔽而毁了一生 他没有蒙蔽我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只是因为我没有钱 要不然他早就嫁给我了 赵山山还真是厉害啊 张安平有些同情李中平啊 这男人被赵山山蒙骗命都差点没了 还选择深信不疑 也是个可怜人 你闭嘴 不许你诋毁山山 他是爱我的 李中平咬牙怒吼 差点就要说出他是为了两人的孩子 所幸他最后一丝理直又将他拉回现实 没能将要命的话说出来 可就算是如此 张安平还是将他的慌张与纠结看在眼中 李中平 我看你心底不坏也就实话告诉你 要嘎你的人就是赵山山安排的 你先不要急着为赵山山辩解听我把话说完 在你昏迷的这段日子里 赵山山养了一批打手 还和一个将莫欢的男人同居 狗屎集团也被两人占据 而你在医院内失踪后 就被赵山山对外宣称 偷窃主人家财务畏罪潜逃等罪名 现在已经是彭城警方抓捕的盗窃犯了 不可能 在你失踪后 你父母也因为你的罪名 被附近的邻居欺负辱骂 生活得很是凄凉 怎么会这样 爸妈 儿子不孝啊 其实他能想象到父母的惨状 也知道自己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钱 现在的日子肯定过得很是倾苦 可他还是不能说出赵山山的事 因为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他只能选择保全孩子舍弃父母了 看好他 千万不要让他跑了 知道了张哥 张安平在离开前回头看了一眼痛哭不已的男人 这一刻他心里很不适滋味 不知应该同情那对苦命的老夫妻 还是应该痛恨赵珊珊狠心毁掉了李仲廷的人生 怎么回事 我已经将随城所有的小龙虾都收购了 张安平怎么还有货源 你确定他是从随城运来的货 莫总 我看他们的货车是从随城方向来的 应该不会有错 这就奇怪了 难道随城还有多余的小龙虾 莫欢可以肯定自己收购的小龙虾数量 绝对就是随城的产额 沉思许久后 他决定要亲自去江城一探究竟 不过晚上他还是先打算回家和赵珊珊商量一下 你终于要去江城了 我等这一天好久了 你希望我去江城 对啊 我希望你去江城 将张安平所有的生意都抢走 让他们一家三口全都露宿街头当要饭的 要是可以的话 最好他们可以家破人亡 那才是我最想看到的 赵珊珊眼神阴狠 莫欢看着他争鸣的表情心里很是不舒服 因为这已经不是他认识的珊珊了 珊珊 你就这么恨张安平 对 我恨他们 就是他们害了我爸妈 要不是他们为了赵家的财产冒名顶替 想要靠那张脸装成是我姐姐骗我爸妈去江城 他们也不会在路上出车祸 我爸当场去世 我妈成了植物人 现在都不知道被他们藏在什么地方呢 让他们一家三口家破人亡 实在是太狠了 毕竟还是是无辜的 我们让张安平破产就成了 听到莫欢的话赵珊珊虽然心有不甘 但并没有表现出来 好吧 就听你的 就让张安平破产 赵珊珊虽然有些不甘心 但转念一想 只要张安平破产了他就没了保护头 到时候还不是随便找几个人 就能轻松将他们一家三口弄答吗 我想和你一起去江城 亲眼看到张安平破产流落街头 珊珊 你不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 既然相信 我就乖乖留在蓬城 不要到处乱跑 我会帮你报仇的 但是看这个张安平的八家史 要想扳倒绝会一事 若是没有珊珊 我还真想要和张安平交个朋友 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和珊珊作对呢 为了寻求真相 也为了让赵珊珊安心 第二天一早莫欢便独自开车赶往江城 那个莫欢已经在随城 将小龙虾家工厂开起来了 他还开了两个市卖点 想要和一品仙虾抢生意 不过我尝了一下味道 一股的冷冻味 和咱们简直没法比 这几天总共才卖出去不到一百盒 创业容易手也难 每一个决定都要小心 我现在可不是孤家寡人 而是手下有几百人要养活的大家长 若是我倒了他们也会失业 所以每一步必须要身心 我看到莫欢就算再厉害 也不是你的对手 不过兄弟 你不会和张大宝一样 也有味不先知的能力吧 要不然怎么早早就知道 让张家湾开始人工养殖小龙虾 我可没有能掐汇算的本事 我就是觉得收上来的小龙虾 个头明显小了许多 产量也大不如前 所以想要人工养殖提升质量 没想到歪打正着解了这次的燃眉之急 不过我们只靠张家湾供货 日后肯定还是不够用 你这几天去乡下找着附近的名家 寻几个实在人谈谈一想 我们也寻莫欢那一套 和他们签订长期收购合同 这个包在我身上 正好我这几天也想下乡去看看 嗯 随声那边就交给你了 张哥 怎么了 电话那边的声音有些欲言又止 张安平立刻意识到出事了 李中平怎么了 张哥对不起 是我失职 昨晚让李中平别跑了 你带人立刻启程去江城监视赵珊珊 李中平肯定会去找他 好张哥 这次我用人头保证 绝对会将李中平带回来 区区一个李中平值得你用命去底吗 你们不要有压力 竟然是听天命 他若是想去找赵珊珊寻死 谁也就不了 张哥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李中平是在我手上跑的 我不甘心 必须要将他再抓回来才行 我知道你的性格 万事小心不要逞强 张安平风轻云淡 纵使李中平是揭开周家和死因的突破口 他也并未放在心上 因为他坚信 肯定还有其他被他们忽略掉的线索 可以揭穿赵珊珊的真面目 李中平站在周家别墅前 缓缓抬起手想敲门却又放下 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害怕自己会被拒至门外 又或者真的如张安平所说 是赵珊珊要嘎人灭口 张安平一定是骗我的 珊珊若是不爱我 又怎么会怀上我们的孩子 谁啊大晚上敲门 小心断子绝孙了 小姐 要给他开门吗 去开门我倒要看看是谁不想活了 大晚上敲我家的门 谁能想到这个在外柔弱的大小姐 实际上在没人的时候是个凶狠的雕妇 只要一不如意就会对保姆下人动辄打骂 你是谁 保安是怎么放你进来的 我找赵珊珊 那你在外面等着 我去和小姐说 你和珊珊说我是她和孩子的司机 她就知道我是谁了 好你等着吧 什么你说她是谁 那人说她是您和孩子的司机 你让她在外面等我 我换件衣服就去见她 是 小姐 保姆好奇地看着赵珊珊 她还是第一次见她这样慌张 心里不由对外面的男人产生浓郁的好奇心 上车 男人刚坐上车便急速开出 路边停靠的一辆面包车也悄然跟上 刘旭东几人保持安全距离 跟在赵珊珊后面直奔郊外废弃的工厂 刘哥 我们先下去查看情况 先等等 刘旭东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不远处的地上有很多烟头 担心里面有埋伏便没有让兄弟们下车 也幸亏她明智的选择才让大家得以平安 因为这座废弃多年的工厂正是赵珊珊圈阳打手的大本 珊珊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钟平你不要害怕 他们都是我的人 毕竟你身份特殊 所以我只能暂时把你安排在这 珊珊 你不会是想让他们嘎了我吧 钟平你怎么这么喜欢开玩笑啊 你可是孩子的父亲 我为何要打你呢 钟平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 害得人家好担心你 李钟平摸着女人的小腹 但并没有将张安平说出来 对于被嘎的事 她也只是说被人嘎了几下腰子埋在树林里 幸亏有人路过才将她救了下来 也许她表面上说着相信赵珊珊 可内心早已洞察一切 只是为了孩子所以选择稀释宁缘 珊珊 你会将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对吗 那是当然 这是我们爱的结晶 钟平你先在这里委屈一下 过几天我安排好你的新身份后就来接你 好 有什么需要就和他们说 我有些累了就先回去了 明天再来看你 你带几个人 让他今晚消失 是 赵小姐 赵珊珊快步离开工厂一刻也不想多待 想到他刚刚竟然亲了男人肮脏的脸 他就为了一阵翻涌 李钟平 我倒要看你 这次还会不会有人救你 你们要干什么 忘了他还有个嘴巴了 李钟平看到对方别在腰间的大班手下的不行 呜呜几声 用力拧动身子似乎想把他人吵醒 他妈的给老子老师点了 信不信我现在就嘎了你 其中一个打手不耐烦地将大班手放在李钟平脖子上 而这时的李钟平也终于认清了事实 一直躲在远处的刘旭东等人也终于等到了时机 立刻跟了过来 直接活埋了吧 这样身上不用健一身 咱们也都干净些 不行 赵小姐说了 要让他嘎的偷偷的 那随便你吧 反正我可不想用一身 那你就去外面看着我来嘎 不过到时候分钱我要多拿一份 随便你 不愿沾血的男人走出树林 将李钟平交给剩下的老表处理 可谁知他刚走到外面脖梗上猛然一通 连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便眼前一百倒地昏死过去 绑起来搬到车上 老六你跟我进去 刘旭东小声安排好分工便和身手好的老六一起走进树林 还没靠近便听到一阵呜呜声 循着声音二人快速锁定位置迅速将打手解决 李钟平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种自寻死路的人 都和你说了 赵珊珊要嘎人灭口 你还自己送上门来 真是愚蠢至极 李钟平低着头 语气中充满着不自信 珊珊不会害我的 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既然这样 要不然我再送你回去 说完刘旭东就和老六一起将昏迷地打手扛起 不再理会李钟平向停车的地方走去 而李钟平也默默地跟上了刘旭东等人 这是你自己要跟上来的 和我们没有关系啊 李钟平点点头并没有说话 我们可是要去警局 难道你也要跟着吗 一阵挣扎 李钟平才发觉自己已经无路可走只能点头跟从 心里明白虽然珊珊不爱他 但为了孩子他可以放弃一切 一个自我牺牲的念头悄然在他的心中蔓延生长 而刘旭东也并没有骗李钟平 将车直接开进警局并将郊外的地址告知 一夜过去 赵珊珊辛苦培养的打手悉数被警方抓走 李钟平那个家伙也不知道会不会把一切都交代出来 你去打听一下消息 目前警局什么消息都没有 但是张安平来了鹏城 什么 他怎么来了 不知道 张安平一直在警局里 我认识的人只是个小警员 无法接触到这种案件 所以什么也打听不到 废伍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我要你有什么用 从张安平在鹏城开始 赵珊珊每天都会做噩梦 每天都会梦到那些因他而嘎的人浑身是血的看着他 一连几天他的精神早已崩溃 可没过几天警方这边就发出通告 周家和的嘎吊是因为司机李钟平加薪无果后心生怨恨 从而制造事故恶意嘎人 怎么不是立即执行 真是晦气 我是该凭着良心将赵凌云的身份告诉赵二爷 还是选择赵珊珊赶来赵凌云为他抢走赵家的财产 这边张安平在回到江城后第一件事就是让人给莫欢送去邀请函 请他在星月酒店一起吃饭 两人交手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却从未见过面 彼此之间还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你好莫欢 你好张安平 我们也算是神交已久了 以致我见过最不想商人 却又是最成功的商人 莫欢微笑着和他握手言和 可心里却又顿生一种对赵珊珊的负罪感 他很不下心 也没有能力让张安平破产倒闭 莫欢 我很佩服你的任性 如果你不是和赵珊珊同意阵营 我们俩应该会是很好的兄弟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但很可惜 我们所守护的阵营不同 你觉得你所在的阵营是对的吗 就算阵营不对 但里面有我爱的人 这就足够了 但如果那个人欺骗了你呢 一阵沉默 难得融洽的气氛瞬间跌入谷底 莫欢你好 我是李军 新进江城公安局局长 这次邀请你一起吃饭 其实张哥只是从中牵线搭桥 主要是我想要见你 你找我 是的 为了避险我不能光明正大的邀请你一起吃饭台式 所以只能由张哥出面才不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莫欢一脸疑惑地看向李军 其他人 李局长的话我有些不明白 莫欢身为雇佣兵 不仅要有好身手 更有敏锐的反应力 似乎真正害怕的是让自己身边的某个人知道 难道是赵珊珊的 怀揣着困惑 他跟着走进包间内坐在张安平对面 不过三人谁也没有说话 各自低头吃着饭 吃饱喝足后 张安平突然站起来说道 实在抱歉 我公司还有事就先走了 你们慢聊 好 莫欢 我很欣赏你 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我也一样 张安平淡然一笑 知道莫欢终究还是会选择站在赵珊珊身边 这个人很好 只可戏挨错了人 当房门关上 屋内只剩下李军和莫欢两人后 今天的主要目的才刚刚开始 莫欢 我今天和你见面 其实是为了请你帮忙侦查极起恶性刑事案件 抱歉 我就是个普通人 刑事案件太大了 我恐怕没有能力 不 这是只有你才能帮我们侦破 莫欢眉头紧皱 心里咯噔一下 沉默后声音沙哑地说道 是关于赵珊珊的对吗 是的 我调查过你的经历 知道你是个刚正不恶的人 我相信即使你和赵珊珊关系密切 也会出于正义帮我们调查出这极其案子的真相 这三人都和赵珊珊关系匪浅 车祸的原因也大同小异 但都是当场去世 实话实说 我们已经得到一些证据 但因为李中平突然跳出来 将所有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 导致我们无法继续追查下去 我们调查赵珊珊之前住过的小区 有目击者称李中平经常晚上一点后去他家 并且流速到清晨才离开 你我都是男人 李中平在赵珊珊家做了什么 咱们也就不用说的太明白了吧 李军其实一边说一边也在观察莫欢脸色 而莫欢也是看着报纸脸色越来越沉 回国后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 所以并没有太多时间去调查这些细节 赵珊珊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可当看到这些报道 还有巧合的三起车祸事故 他立刻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莫欢 你在江城处理生意的这段时间里你养父就病了 病得很重 什么 我爸得了什么病 我爸身体一级很好的 心病 是我不像 我爸的心病就是我和赵珊珊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若是有时间就回鹏城去看看赵二爷吧 至于赵珊珊 他真的配不上你 而且根据我们猜测 他肚子里的孩子也很有可能是李中平的 要不然他不会将所有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 其实这个猜测是张安平提出来的 而赵珊珊小区的目击证人则是刘旭东他们调查出的线索 李军主动提出自己当传话者 就是想让莫欢认清那女人的真面目 只是可惜 他们都低估了莫欢对赵珊珊的感情 谢谢李局长告诉我这些 但我不会和你们合作 我和珊珊就要结婚了 李中平的案子已经结束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大家就前程不济好好生活吧 既然你已经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不再劝你了 莫欢 我尊重你的决定 但我还是要劝你一句 小心赵珊珊 他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舍得下手 一旦你没了利用价值 恐怕你就是第二个李中平 李局长 我相信珊珊不会敢还赵叔叔和傅伯母 莫欢 我对你很失望 李军回到局里后 就给张安平办公室打了一通电话 将结果告诉他 他原本以为对方会和自己一样堆满失望 这莫欢还真是深情 果然是个好男人 我喜欢 张哥 你是不是脑袋坏掉了 莫欢又站在赵珊珊那边 和咱们是敌对关系 我知道 不过那又怎么样 我就喜欢专情的好男人 你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 都是当局长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心急 你就尽管欺骗吧 而莫欢此刻却是心情沉重 他并没有表面上的轻松淡定 周家的车祸他早就有所猜疑 今天和李军的对话 无疑是将最后一层幻想揭开 让他必须去面对现实 助理 进来一下 莫总怎么了 你去让人调查一下张安平和他老婆 看看他们夫妻俩经常去什么地方 明白莫总 记住 不要让他们发现 助理走后 莫欢犹豫了很久 还是打通了赵珊珊家的电话 你好 这里是赵总家 请问有什么事吗 是我莫欢 夫人在家骂 夫人去医院了 他说肚子有些不舒服 经过刚才的事情 莫欢已经没有了以前关心交集的态度 那我晚上再给他打电话吧 莫欢挂断电话 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报纸更加烦躁 几天后助理站在莫欢办公桌前认真地说着 经过我这几天的跟踪调查 我发现赵凌云的生活十分规律 几乎都是围着孩子和丈夫转 但却有一事我觉得很奇怪 他每周都会去一个很天僻的疗养院 而且那里戒备森严 门口的保安都是退伍军人 登记更是十分细致 疗养院竟然会让退伍军人做安保 这里面难不成是藏了什么重要的机密吗 莫总张安平每周三也会经常去那里 依我看这疗养院应该是挂羊头卖狗肉 里面肯定是有什么大秘密 你确定每周三张安平都会去那里吗 如果门口的登记是真的就不会有错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在那里藏了什么东西 莫总既然来了就进去一起喝杯茶吧 张总好想啊 莫总这可不是巧合 我在门口等你好半天了 你故意让他们找到这里的 实不相瞒 赵珊珊一直想要害我媳妇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退伍军人让他们暗中保护 你们跟踪的第一天 我的人就已经发现了 我知道是你的人后才没有让他们声张 并故意让他们看到门位登记表 为什么 因为我想知道我有没有看错人 看着莫欢欲言又止的样子张安平继续说道 你想知道的答案都在里面 我相信你只要看完后就会明白一切 莫欢半信半疑地进了养老院 可张安平并没有带她去病房 而是静止地走向后花园 傅伯母 她是个孤儿 虽然赵二爷对她很好 但毕竟有很大的年龄差距 没法给她父母的那种情感 所以在另一层面上 莫欢对付红梅和赵梁才的感情很深 形同一家人 傅伯母 我是莫欢 你不认识我了吗 对不起 我妈虽然睁开了眼睛 但是医生说她没有意识 还是植物人的状态 梁月 你就是赵梁月 你认识我吗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莫欢啊 抱歉 我不认识你 难道你不是凌云 不对 你就是凌云 这是傅伯母当年送给你的 她说是傅家的传家宝 绝对不会有错的 你就是凌云 和赵丽华不同 莫欢从小和赵凌云姐妹俩一起长大 对赵家的事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当年就因为玉卓只有一只 傅红梅以年长稳重为由送给了长女赵凌云 而赵珊珊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心里一直不快 还怂恿她将玉卓偷走打碎 还好莫欢从小就心性沉稳并没有被捕获 原来是这样 你若是不相信上面的结果 我可以让你当见证人再做一次 其实与她来说这是一场豪赌 若是莫欢真的被鬼迷了心窍选择帮赵珊珊的话 恐怕就算有再多高手也无法抵御她的刺杀 你是赵家的人 我的亲戚吗 梁月 你为何不记得我了 我们去那边吧 我给你讲讲我和凌云的爱情故事如何 凌云是怎么回事 傅伯母又为何会在这里 张安平声音低沉雌性地开始讲述 从头到尾没有任何隐瞒 这个故事很长 从艳阳高照一直讲到夜幕降临 一向在战场上杀伐果断的莫欢 在听完故事后整个人也是陷入了迷茫之中 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 莫欢看着从张安平那里拿来的亲子鉴定陷入纠结 我是该凭着良心将赵凌云的身份告诉赵二爷 还是选择赵珊珊 赶来赵凌云为她抢走赵家的财产 对不起珊珊 即使知道你会不高兴 但我还是要这样做 已经有了救家的一切 不能太贪心了 第二天一早 莫欢给张安平打了一通电话 表示想去鹏城和赵二爷见面后 便匆匆离开了江城 你还有脸回来 我说过了 既然你选择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以后就不要再来见我 莫欢站在门口 听着仰夫的咒骂没有生气 反而因为他嘶哑的声音感到内疚自责 爸 我可以进去吗 我找到了赵凌云 谢谢大家